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潔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潔 今集想跟大家說 美國的總統拜登終於都頂不順了 因為美國經濟實在太差 也太多人搞事 拜登主動向我們的國家主席 習近平主席打電話 當然了 就到兩國共同的利益廣泛的討論 其實他就是想求和 因為說真的 有什麼利益是你給到中國 而中國給不到你 所以他今集是求和 內容是什麼 待會就跟大家說說 第二件事想和大家說 就是 英國那方面 其實早前宣佈了 其實這班英國的黃絲 其實是叫做需要 在英國那裏都需要 受到我們的港區國安法的規管 但其實事實上是 我們在香港生育活的話 只是需要受到我們的香港國安法規管 原來在英國的黃絲 他們隨時是受到四個不同地方的國安法規管 他們的感受是乘以四 到底是什麼 待會就會再跟大家說說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 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個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首先想和大家說 就是 我們的拜登和習近平主席 兩個人 美國拜登和我們的習近平主席 其實就已經7個月都沒有通過電話 今次就是7個月以來 首次通電話 通電話的日期就是9月9日 講了一個半鐘那麼久 90分鐘 7個月以來首次 也是拜登和習近平主席 其實就是第二次通電話 就是在拜登上任之後 有很多的報導說 兩個人就到兩個共同利益 價值觀和一些分歧的領域 進行了一個廣泛和戰略性的探討 說真的 其實就是 有什麼利益是美國給中國 而中國給不到美國的 其實沒有什麼 所以不是就到兩個的共同利益 是就到 其實只是就到美國的利益 他就快不碰當 他就快收檔 而打一個電話 給我們的習近平主席 其實是想求和的 大家如果翻查近年的紀錄 尤其是拜登上台之後的紀錄 包括以前 特朗普時代的Trade War 其實都是由美國主動找我們中國 例如之前Trade War派了我們的副總理劉鶴 他過去談這個Trade War 好像第二輪和第三輪的簽署文件 說要和平去解決問題的文件 其實是由特朗普對著我們中國的副總理劉鶴去簽 這件事其實已經是一個不對等的事情 因為其實如果要出當時的美國總統的話 我們都要出我們的時任 當然都是我們的習近平主席 或者是我們的總理李一強 但是兩人都不是 結果就出了副總理劉鶴 當時其實美國已經非常著急 非常焦急 因為美國那邊的情況環境很差很差 而在今年裏面其實有很多次 美國的官員都來到我們中國那裏 做一些叫做會面的探訪 而記住一件事 會面和會談是兩回事 會談就是我跟你說的話 是有一些象徵式的意義 但是會面是甚麼呢 會面是真的象徵式跟你見過面 當然啦 你所說的話我可以當聽不到 但是我可以嚇你嚇到你沒得聽不到 這件事就是會面的事情 而今次就是拜登主動打電話給我們的國家領導人 習近平 在一些白宮的聲明裏面就說 拜登在電話裏面強調美國在印太地方和平穩定範圍 非常關注的 亦都是長期關注的 通話的內容就是 美國是一個負責任管理美中之間競爭所做出持續努力的一部分 他就說拜登和習近平主席 兩個人就討論了一些 叫做兩國確保競爭 而不會陷入衝突的責任裏面的情況 當然啦 我們亦都說了 相信裏面的會談內容都是 一定是說 我們不會主動打 但我們不怕打 這件事也是習近平主席 經常要強調的 這件事也是我們中國人的核心價值 聲明裏面就說 拜登和我們的習近平主席 就在說一些 美國優先考慮的情況 要保護美國人的安全 繁榮 健康 和美國人的生活方式 維持著一些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等等 這些聲明當然就是美國那邊出的 接著就說 拜登就是要推進美國人和盟友的利益 將會致力地尋求務實 和一些結果導向的方式而交往 即是說 以後 什麼意思呢 結果導向方式交往 即是說 以後沒有什麼不會找我們 但有東西就會找你 放心吧 我們有東西會找你 這些是穩定實的言論來的 那麼 新華社有什麼呢 新華社裡面的報道就是 會談中 習近平主席也有表明 就說 過去一段時間 美國採用了一些對華的政策 令到中美關係陷入一個嚴重的困難之中 這些都是事實 也不符合兩國人民的基本利益 和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 中美分別就是兩個最大的發展中的國家 和最大的發展的國家 那麼 那麼中美可不可以 叫做 處理好一些彼此間的關係呢 其實就是和世界的命運 就是非常之四四相關的 兩國就是必須要 是答好世紀之問 什麼叫世紀之問呢 就是說 喂 現在是不是斷交 現在是不是絕交 這樣 是不是成為一個敵人 這些真的是世紀之問 OK 那麼習近平主席也強調 中美的合作呢 其實兩國和世界都會受益的 中美的對抗呢 兩國和世界都會很快地被叫做崩潰了 中美關係並不是一度 是否叫做搞好的選擇題 而是一度要怎樣搞好的必答題 所以就說沒有一個選擇的餘地 是要想一下怎樣搞好一些關係 當然啦 這個關係 剛才習近平主席也說了 是美國先挑起的 那怎樣可以搞好關係呢 都是要美國自己去搞好它 習近平主席也說到 當前國際社會裡面 面臨到非常之多的共同困難 共同難題 還未應該展開一個叫做大格局 肩負起大擔當 堅持往前走 拿出一些叫做戰略膽識和政治的魄力 推動中美的關係 就盡快回復到一個叫做 穩定發展的正確群這裡 更加好地去造福 兩國的人民和世界各個國家的人民 在中方聲明裡面 其實大家看看中方聲明和美國的聲明 有一點點不同的 中方聲明就說了 拜登和我們的習近平主席一致認為 中美元首就到中美關係和重大的國際問題裡面 深入地溝通 引領著我們中美的關係正確的發展 是非常之重要的 同意是繼續會通過多種的方式 保持經常性的聯繫 將會擇成雙方的工作層面裡面 加緊一些工作廣泛地對話 為到中美的關係 就是向前發展創造一些機會 其實就是美中的關係 其實就是在特朗普下台之後 仍然是在崩緊的 雙方也都遭到不同的問題 就是有些指責 例如美國就無端端指責 新疆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 又指責強迫勞動等等 又在說香港的問題 民主自由問題等等 中國就警告 其實記住 是中國回擊 中國是沒有干涉美國的內政的 中國就警告 叫美國停止干涉我們中國的內政 並且就是指責美國政府 抹黑我們的中國政府 和抹黑我們的香港內部事務 在阿富汗的問題上面 中國就到美國撤軍 令到阿富汗造成嚴重的破壞等等 留下了千瘡百孔爛灘子 亦都是告訴我他做錯了的事情 這些也是一些事實來的 其實不單是我們中國說 他撤軍一些問題做得不好 其實世界各國的國家 不論是否是他的盟國 都說他做得不好 拜登也說做得不太好 但問題是什麼呢 這件事是特朗普簽署下來的 其實他們自己美國總統都說 這件事不是做得那麼好 所以這件事其實都是一些事實 其實也不是一些外交報導所說 互相指責一些問題 沒有 其實沒有的 只不過是美國指責 美國不斷地干涉我們中國的內政 我們中國只是就到一些國際形勢 而且就到一些事實裡面 是給了一點點的意見 所以不論是說什麼紫紙紮紮紮 其實美國有多嚴重呢 其實美國不知道大家知道 近來也有一些叫做巨峰 引發起美國的一些洪災 所以至至9月頭左右 他們全國的8個州份 已經超過60人喪生 這個叫做災難的主要原因 其實就是他們叫做城市和郊區的一些擴張 雨水沒有辦法流出 這些城市發展的地方 其實本身就是容易受到這些洪水等等 是叫做影響的 還有他們的規劃也有一些問題 早前我們的鄭州也發生了一些事件 也是一個雨災 現在美國也是發生了一個雨災 當時香港的黃絲笑到卡卡聲 你看看中國又發展得很好 在地鐵裡面浸死人 我想說這次美國的風災裡面 紐約如同一個窄國 地鐵站裡面 和行人隧道裡面 是遇到什麼 他們的人民是遇到海嘯 是啊 沒錯 因為太大水排不到水 那些水就一下子湧進他們的地鐵站裡面 也湧進他們的行人隧道裡面 所以裡面的人也出現了非常多的問題 很多人是死傷無數的 這些事情 其實都是發生在他們的美國主旨身上 而這些是天災來的 沒有人是想會這樣做的 沒有人是會覺得這樣是一件好事來的 也都不會有人在此笑 所以這些黃絲 這些黑暴的人員 可以看到他們是沒有人性 沒有人格 沒有道德 如果將這件事 其實現在就發生在美國的道路 第一件事就是 他們有沒有笑過這幫人 你看看他們的設計多差 城市設計垃圾 行人隧道都有海嘯 你見過沒有 真的有得見的 會不會這樣說 當然不會 美國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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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敢說嗎 所以這幫人就是犯賤和賤格 很簡單的說話說完 更犯賤更賤格的是什麼 英國早前更新了一些事情 他就說 警告在英國當地的黃絲 他就說 香港的國安法涵蓋於香港境內和境外 包括在英國的行為等等 所以他們為什麼會發生了這些文件 或者發出了這些聲明在英國那裏 其實我就去了了解一下 問一些英國當地的一些懂得政治的人物 原來發聲明的時間就是英國當地時間 9月6日 為什麼會發出這些聲明呢 原因就是因為在8月31日的時間 那幫搶彈在英國那裏 大肆搞這些遊行示威活動 也都做了很多他們的 擺在那些什麼中央廣場 擺在英國的不同地方 聚集了很多不同的人群 也都沒有理到這個防疫的問題 同一時間又煽動一些人上街示威遊行 英國就覺得整件事是非常之 會做到非常之混亂 所以他就是害怕了 怕了上來之後 就警告當地的黃絲 就告訴他們 港區國安法其實適用於英國的 你們做這麼多事情 你們不怕被人告 喂 你們那個五加一不一定批的 那怎麼辦呢 所以他其實就是警告他們 部份的內容還要提到 在香港的國安法裏面 中國大陸或者是當局 我們香港當局 可以是拘留或者是 拉到那幫人去審訊都可以的 所以就是他就說明 其實香港的國安法 你們那幫黃絲黑暴 你不要搞這麼大 不要搞這麼多事情 好嗎 因為其實他搞的任何東西 任何事情 都會影響到 英國裡面的一些 不同的行為 不同人的事情 所以他在警告這幫黃絲 但是大家可能不說不知 那是什麼意思呢 什麼叫不說不知呢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國安法 原來在英國的黃絲 都是要跟進下去的 第一件事就是港區國安法 因為是黃絲 香港的黃絲 除非他就放棄了香港身份證 第二件事就是我們中國的國安憲法 因為如果這幫黃絲 是還未填妥了 退出中國國籍那份表的話 其實他們都是要受到我們中國的國安法 是所監察的 第三個就是英國的國安法 其實英國可以說是一個 類似聯邦國家的東西 當然他英格蘭等等 有不同的法律 有不同的國安法 其實那裡算了 我當是一個的國安法來看 他現在就要承受第三個國安法 然後 然後 第四個國安法出現了 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美國的國安法 美國的國安法其實管治的東西 就不單止是他們自己美國的人 還有就是說 其實國外的人 只要是在他們美國的一些叫做盟國 盟友裡面發生的行為 其實都是會受到美國的國安法所影響 這件事情就是美國的長臂法 這件事情 相信大家都 未必可以很清晰地想到 但是 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孟晚舟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所以其實這幫黃絲 現在 如果其實這幫黃絲 在香港的話 只是受到港區國安法所監察 但是他如果去了英國 繼續做黃絲的話 不好意思 你起碼受到四個地方 不同的國安法監察 哇 你這次真的Kinder出奇蛋 沒有你這麼好玩 真的 四種的享受 你真是鼓勵不到 那當然啦 這幫人一向都是拿苦來生的 那所以 就 沒辦法的 這件事情 他們喜歡給國安法 圍繞著他們的世界生存的話 我們覺得 沒什麼所謂 我現在沒什麼所謂 所有事情 由他們去 自己承擔他們的後果 好嗎 好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文藝紳士樂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